我們要濾油的時候先把 麻布爐打開油打到下面 先經過我們的濾油網先出油 先出列了濾油以後 把油已經打完以後 再把這個麻布爐關起來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這個關管直接打在上面 開關 這樣就是這個實用說明 如何清洗 如何清洗 我們先把這個 隔離板打開 整 垂直撞 拿起 裡面有一根 油紙清洗起來 再把我們這個 隔離網拿起來 最主要我們注意到的幾點 這是我們這些孔子 我們的細油孔不要堵塞 就是要把它清除乾淨 最後的一個動作是要把它 這裡全部清除乾淨 把他移出來 關於步障排除 油管先拆開 油管先拆開 再把 旁邊六個螺絲 拆除 繼續 撐除以後就可以把 開關箱的帶子打開 如果你遇到 有阻塞的狀況 你可以順著它的指針的方向 稍微转一下 假如还不行的话 旁边有 这有六个内六角的螺丝 把它拆除 里面的杂质 你要把它拆除出来 把它清理干净 再把它护上去 就OK